除了普莱区国会议席之外 新邦二南州议席也上演了三雄争霸战 三名分别来自西蒙、国门和独立阵营的候选人 将会争夺这个席位 西蒙候选人纳子里表示 两名竞争对手和他相识算是朋友一场 相信这场补选会是一场君子之战 能够在和谐的氛围下完成 一大清早 大批手持希望联盟旗帜和身穿红色衣服的支持者 就围惧在提名中心外 为自家候选人打气招式 早上10点15分 水委会官员宣布 三名候选人顺利完成提名程序 西蒙城姓党候选人纳子里是一号候选人 接着是二号的国盟伊斯兰党候选人 穆哈默·马兹里 以及三号独立人士 杰卡·纳丹 三人握着彼此的手高高举起 向支持者致意 为这场三角战拉开序幕 Rofor西蒙与国民阵线延续六周选举的合作模式 联手捍卫这个席位 代表团结阵营的候选人纳兹里是当地人 曾为麻坡市议会服务了30年 除了是一名工程师 目前也还在修读博士课程 代替已故西蒙领袖 拿督斯里沙拉胡丁 捍卫这个议席的纳兹里大方表示 两位竞选对手都是他认识的老朋友 尽管当前政局充斥着仇恨与偏见言论 但他依然有信心 这场补选能够在和谐的氛围下顺利进行 不过敌对阵营的候选人 穆罕马兹里显然是 沿用国盟与伊斯兰版一贯的策略 虽然没有批评纳兹里 但却把炮火对准西蒙成员党之一的行动党 声称要通过这场补选 扩大国盟的影响力 独立人士方面 现年55岁的杰卡纳丹告诉媒体 自己曾经两度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 在五级南宁中一席选举中落败 但他还是有把握会胜选 马兹射电视采访报道